陈女士最近遇到了一件烦心事 因为她买到假药了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假药 她希望能够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在买药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提高警惕 那么这位陈女士 她到底买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假药呢 我要告诉大家 是山寨药 也许您今天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山寨药 但是说不定您已经是用过了 就因为是山寨 所以让您是防不胜防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一个调查 这位就是陈女士 而让她烦心的就是手上拿的这些膏药 陈女士说了 她爱人有点风湿 一到冬天呢 这腿老疼 所以这膏药呢是没少买 天两天她又买了几天膏药 可怎么看怎么都觉得不对劲 买的根本跟往年不一样 但是我还说不出来哪不一样 正好陈女士这手头上有上个月买的膏药 这一对比差别出来了 厂家不一样大小不一样 颜色不一样 但是其余的就是说图案上都是一样的 陈女士说当初买这膏药的时候 看着图案差不多就买了 心里还纳闷的 原来买都得要18块多钱 这次只花了8块多 还以为占到便宜了 哪成想 这是俩厂家的 让陈女士惊讶的不仅如此呢 打开膏药一看 这膏药竟然变黑了 看就感觉质量不好 那个就感觉质量特别特别好 就是虽然有弹性 那个就是胶贴那块 回头到网上一查 您猜怎么着 陈女士买的 这就是眼下非常流行的山寨药 一枚厂家 二枚电话 您想啊 这样的膏药可怎么用呢 根据陈女士的提示 记者来到了那家销售山寨膏药的药店 您别说 这膏药的品种还真不少 听说记者要买膏药 这位营业员马上推销起了云南白药膏药 那你这上面也没写云南白药厂家呀 怎么也叫云南白药呢 这不是那个云南白药吗 看啥是什么样子 对 在药店记者发现 除了膏药 还有很多山寨药品 就比如说 这个金嗓子猴宝吧 您看出什么毛病没 您看 这个金字对吗 不仅如此 这盒一可贴 它也不怎么正宗 走出这家药店 记者又来到了另外一家连锁药店 记者拿着陈女士的膏药 问问店主这里有没有卖的 没想到店主给记者的答复 竟然是这样的 这不是 这真的不是 这不是云南白药的 这不是写的云南白药吗 这不是云南白药吗 这不知哪是云南白药厂 这都不对劲 看这位老板的意思 对于这种山寨药 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 而这位药店老板也坦言 眼下广告药 一方面价格高不好卖 而且利润少 所以很多药店选择了山寨药品 虽然药效未必有广告药那么好 但利润绝对不低 那么这利润到底能差多少呢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一家药店 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正宗的云南白药厅 卖19块多都不赚钱 而卖8块多都能赚钱 这样的差别确实不小 记者在长城市内的多家药店暗访中发现 很多所私人药店都有销售山寨药品的情况 其中很多药品更是以假乱真 而在销售的时候 销售人员也并不加以解释 不过这种情况在一些大型连锁药店内 记者并没有发现 根据医药界业内人士的指引 记者来到了长城市南广场 长城市有70%左右的私人药房的药 都是从这里批发购买的 而在这里记者看到了让人心惊的一幕幕 您瞧 这盒妇科千金凝胶 据人家销售人员讲 广告上的就是这药 那么真的如此吗 其实广告上的复刻千金式胶囊 根本就没有凝胶 而接下来的暗访中 记者又一次次的被眼前的山寨震惊 这是山寨版金凝复刻胶囊 这是山寨版润结和闪亮低眼液 您瞧 这是山寨版的盖天栗 这是山寨版的蔓延淑宁 还有这三六皮烟瓶 人家山寨药品不光有模仿也有创新 您瞧 这就是人家自主研发的霸王防脱发胶囊 功效如何 我们不得而知 这一条街走下来 请山寨药品 记者就发现了不下50样 气打定才知道 之所以这些药能吸引药店来光顾 主要还是因为利润大 既然利润如此之大 而且药效也不错 为什么这些药没有在市面上广泛流通呢 针对这种情况 记者电话联系了常伦市药监局 人家国家相关部门又审批了 人家他就他就有可以销售 那要是没有手续呢 他没手续当然那你就得管了 就是没收我还是怎么办 那那得看情况来说 当然他都有那个具体的法规跟着